一个员工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以前像我之前也跟各位讲过 我有一段创业的阶段 那时候是真的是没有 资金不足 人员不足 时间不足 什么都不足 那你要在这么不足情况底下 你要创造大的利润 你要把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要做完 要靠什么 就是靠自动化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为什么我那时候会花时间在这上面 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没有钱 第二个没有人 第三个没有时间 那现在企业也是这样 因为要竞争 所以竞争的结果下 你要比别人花费最少的资金 资源 包括就是资金跟时间跟人力 那如果你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多 那你这个企业的竞争 你绝对是优于 别的这个同业 所以相对的话 这部分各位可以去思考 那当然也不只是这些 后来其实自动化之外 还有就云端 而且最近很多需求是慢慢走到 云端也可以自动化 比如像一次有VBA有个限制 它只能在local 就是在单机上 我们现在的这个PC上面 Windows上面 可是其实现在很多企业都上云端 所以很多东西 这些流程 有没有办法把它全部都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也是一样可以自动化 其实基本上是可以的 只是说 也许大家脚步还没那么快 但是呢 如果说越早上云端 越早自动化的企业 它的竞争力绝对是优于 还没有上云端 甚至没有自动化那些传统企业 其实你会发现呢 第一个 你只要把我们相关的规则 大概把它做出来之后的话 那再把这个 你可以先打中文上去 中文都看得懂 然后再把程式加上去 再把它执行出来 然后再做除错 我先打中文都看得懂